这个案件也非常的离奇,是肖香晨报报道的啊,这是我们主流媒体报道的 就是20年前呢,有一个性侵案,几名女孩子,几名少女被40多个嫌疑人性侵,最终呢不了了之 这个事情发生了20年以后呢,现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up组织,就是拍视频的,搞直播的一个家伙 相继的把这些个嫌疑人都给曝光 啊,就社会性死亡吧 啊,似乎在用他的这个视频,用他的作品进行法律救济,进行这个再次审判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人认为说欧洲唯一复兴之后呢 啊,是美国,美国之后就到中国了 就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啊,影视作品啊,就是最发达的一个在我们这里 但是没想到呢,拐了个弯,到了几千个人的那个韩国那里去 我们这里很多综艺节目什么的,不都是学这个韩国吗 啊,本来应该是我们这里的,我们这里十几亿人口 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有韩国的事啊,是吧 应该他们都是应该追捧中国的,呃,唯一作品什么的 这个应该不是个唯一作品啊,这个应该是个事 是个真实案,案例 肖乡晨报报道,一个韩国美食家的探电视频 出镜的厨师,竟是二十年前一桩性侵案的主谋 当年韩国几名少女被多名男子性侵 嫌疑人多达四十四人,竟无一人受刑罚 近日一名神秘的UP组出现 这个UP组大概个日语可能有关系 啊 就是类,就是我们这种处境啊 这个做视频呢,搞直播 叫UP组 呃,来源于这个二次元的B站 呃,嘿 我还没看到这个解释啊 没有,没有这个对他的专,专门的解释 哦,这里有吗 上传者网络流行词 跟上传这个英语单词有关系 UP组是一个日本传入的网络词汇 说我们就有人说我们的语言 百分之四十是受日本人的影响啊 就是这个 呃,翻译啊 包括连这个最最新潮的五四里的很多东西 都是受日本的影响 好,我们来看看 继续看这个案例啊 就是UP组啊 把这些个犯罪分子可能都 都让他们出境了 他更新的这些个视频揭开 不断的在揭开嫌疑人的身份 发起了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审判 越来越多的案件细节浮出水面 演发,呃,韩国网友广泛的讨论 时间回到2004年1月 家住韩国卫山市14岁的崔某 用手机给一个女同学打电话 但拨错了号码 拨给了密阳市的18岁的高中生金某 崔某本想立即挂断 此时金某说了一句话 说你的声音真好听啊 和你的朋友一起来玩吧 这一句话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真的是莫名其妙 于是崔某便与妹妹表姐一起来到了密阳 金某见他们来了三个人后 又将他们介绍了给密阳三个高中的联合暴力团伙 密阳联盟的头目朴某 朴某便和十几名手下威胁并殴打他们 然后又将他们带到了旅馆性侵 为了抓住崔某的把柄 好继续控制他 金某还将整个过程拍摄了下来 并以此胁迫他在此后十一个月里不断遭受金某 及其同谋的性侵 十八十七八岁的青年人 被性侵的才十三四岁十四五岁都是这样子吧 2004年12月 崔某人身体出现异常被送医 这时家人才知道他们的遭遭遇 最初 密阳警方向崔某一家承诺 会因为受害人未成年以秘密走访的形式进行调查 不向外界泄露姐妹三人的具体信息 然而在调查阶段 姐妹三人要求 让女警员问询 警方无视他们的这个请求 其中几名警察对女孩的态度粗暴 还说出密阳的羞耻等侮辱性语言 甚至一名警察向媒体泄露调查信息 导致女孩们的身份暴露 崔某说 我丝毫没有感到被保护 而是感到巨大的耻辱 以及十分可怕的恐惧 和被报复的感觉 几十名嫌疑人的家属 接二连三的在公共场合闹事 他们在镜头前 生生自己儿子是无辜的 是被陷害的 是女孩掩幼的 并在崔某父母的公司门口 发传单诅咒 恐吓他们一起同归于尽 还跑到这个被害的女孩 那个学校啊 到那里去这个骚扰 导致这个这些女孩们都退学 很快 一个指责女孩的谣言 在密阳当地是流传开来 在一项关于此案的民意调查中 百日六十四的密阳民众 在未知道事件全貌的情况下 都认为女孩有错 这是主流认识 04年的12月7日 警方控制住41名 你看这里用的就是男学生了 前面还黑社会什么 经济一步的详细调查 发现涉案人员是高达70人 然而2005年5月17日 警方发出通知 犯罪协议人44人 被害是3人 其余证据不足 无法予以确认 警方称 因为考虑到他们都未成年 韩国法定年龄是19岁 那这些个人都没有达到19岁 只有10人被起诉 并被判缓刑 20人被送烧管所 并且有犯罪记录 不记录档案 其余14人与受害人 达成和解了 应该是给钱了吧 那么根据这个情节呢 他们还拍了一部电影 叫韩公主 要不说这个韩国人 搞出了这个唯一复兴 让他们搞出来一个 这样的东西 你看 你看这个韩公主的剧照 这个是 这样 这个相片呢 是穿白衣服的 好像是罪犯 这个等会我看看 这个相片可能有介绍 这个事件被拍上的这个电影 这个是这个 电影的剧照 叫韩公主 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 今天的六月一日 这是刚刚的新的新闻 一位神秘的Apple主在社交网络发视频 陆续揭露多名嫌疑人的现况 其中 主谋 金某 实际在2022年已经在网络视频中露面 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第一条视频 讲的就是金某 视频为 蜜羊案 主谋 你以为我找不到你了吧 视频说 2022年韩国美食家白仲元探店清道郡一间汤饭餐厅 主厨在镜头前表示 现在事业有成 已婚有一女 一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还会时不时出去旅游度假 视频播出后呢 成为这个当地的这个网红店 大家都到那去打卡 他说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视频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美食探店的一个大UP主 这个穿白衣服呢 应该就是说的当初性侵案的主谋 神秘的博主还指出金某生活未受案件影响 日子是过得顺风顺嘴呀 一直和同案犯人还保持着密切的联席 这条爆料出来以后呢 大家纷纷给这个餐厅打恶评 导致这个 这家店呢 歇业了 老板呢 出来说 不知道这事啊 但是这样也支持不住 这个生意做不了了 然后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啊 后面又连续曝光了 一共曝光了八个人了 曝光了八个人 你看这确实是有点帮派 那个意思 穷不拉击的当做这个韩国啊 现在和了不起的感觉 这都是涉案的人 可能是今 现在和过去的对比的一些相片 第二个嫌疑人B啊 在案件发生后改名字了 在一个大公司卖汽车 然后呢 这个被的这个曝光以后 公司立即把这个人就给开除了 第三个人呢 C 也是韩国一家大型公司工作的 已婚有一女被曝光后呢 也被公司解雇 看来这个家伙挺厉害 这个家伙真的比 法院啊 司法啊 警察厉害多 那个不还有剧场的调查啊什么 你这个阿波主 你是用什么东西显示出来 这可有说服力啊 是吧 可信服的 除非你就是这样 大家觉得这个前后的样子都没变 啊 就是他就是涉案人 嫌疑人 哦 最终这个不是 这个案子虽然没有人 真正坐牢 都不是嫌疑人 还是被定罪了 犯罪嫌疑人 弟啊 已婚 育有一女 也是开了家餐馆 因为这个事发生以后呢 就大家举报他什么 擦消防啊 擦建筑法 最后也干不下去了 停业了 那么这个神秘的博主呢 还是继续说 说不少的这个人呢 还在提供这个案件的同谋的近况 啊 有人向他爆料 同时呢 也有这个人可能想封口吧 对的 啊 连当地的政府部门都联系他 希望他停止爆料 不要再有热度再上升了 啊 6月8日啊 这曝光了几天 看 6月几日开始 6月 6月1日啊 1号开始 到8号突然间就 就出现异常了啊 删除了所有的这个视频 更改了账号名字和头像 不过神奇的是 到了10号 又上传了4条视频 啊 截至到今天 发稿的今天也没有再更新 他发稿是13号发稿 昨天 啊 又上传了4个 协议犯罪协议人呢 E啊 其中有一个叫 呃 都已经成警察了 一个叫F的呢 在那里京城烤牛肠 店 G呢 是这个 呃 因为放高利贷 有暴力犯的这个 记录被判了8个月 大牢 I是呢 在造船厂 工作 但是2016年以后 失联了 这个人失踪了 目前说这个神奇的 阿婆主 与其他 视频博主都表示 会把所有的这个 犯罪人 或者犯罪协议人 全部 让他们报告 我天 涉案的是70个人 定罪的是44个人 应该是 要全部报告 韩国网络大学教授 李隆浩说 人们认为 之前的判决 太宽松了 对韩国司法系统 存 普遍存在的 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促成网友 参与 爆料 并获得 网友 支持 6月13日 CBS SBS 韩国电视台 开启一场直播 崔某通过 韩国性暴力 自信中心 首次公开了 自己的立场 他表示 自己对 神秘博主的身份 是一无所知 也没有想过 再和这件事 有任何的关联 多年来 深受这个案件的影响 使其 陷入厌实证 抑郁症 当年立案后 14名犯罪协议人 的家属 找到过 崔某的父亲 以折合人民币 26.4万 换来一份谅解书 崔某的父亲 在拿到这笔钱后 是消失不见 而密养警方 当年 因为执法不当 被判向崔某赔偿 人民币36.9万元 是悲哀 这个家庭 它是有点问题 我们再回到 这个案件的 这个起始的时候 就是14岁的女孩 对外打电话 一打他 打到一个男孩 手机上去了 这个就是从 这个性侵案 就由此 这个展开 从这里 我觉得 一读到这里 我就怀疑 他家里的 就有问题 那中的这个报道 到最后说了 他的父亲呢 把这个赔偿的钱 拿了 就消失了 跑掉 失踪 就是首先 一个家庭 这个有问题 影响到社会 其实 这个也不好批评 没办法批评 只能批评 他父亲 怎么能批评 这个女孩呢 可以理解 就当地 为什么那时候 说 当地人 不能了解 了解全貌的时候 就 不支持 这个女孩 维权 你家就 他也有问题吧 就是有点 这个意思吧 其实要从这里 看 当地人 是知情 这些人 未必是指责 这个受害的女孩了 可能要指责 他的父亲 可是 可是有一个问题 是 这个父亲的 这个人格 或者家庭的停格 这个家格 又怎么形成呢 那还找他父亲吗 那这个还有玩吗 父亲找父亲 爷爷的爷 这就没了 给他们这个 这个 祖坟 全都给刨了 有用吗 毫无用处 所以还是要看社会 就是 每个家庭 停格 家格 这个形成了 这个东西 是社会导致 那当然 这个up主呢 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呢 进行这个 所谓的正义 其实这个对 人具有一定的约束能力 就好像宗教那种力量一样 但我觉得最根本的 还是透过社会运行的一套逻辑 比如说你父亲 他从小的成长 福利的保障 是不是够均衡 被保护好的 这些都解决完以后 他在有孩子以后呢 他对孩子 有没有暴力的倾向 这个社会呢 有没有参与 这个可能都是 远比这个 这个节目 这个新闻报道呢 这个up主呢 似乎对当初 这个没有严性峻罚不满 我认为呢 就是级别严性峻罚 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手段吧 至少 还是这个 更系统的 也要这个社会 进行一些更有益的 一个运行的状态 运行的逻辑 运行的一种制度 才能更好的 避免 尽量的减少 这样的事 看 现在这个韩国 出这个事 都出的神奇 也证明 他们有共鸣利 这个 公民的力量 是吧 就像公民记者嘛 民间力量 很发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